等一下有關那個表單設計 表單部分大概就是執行起來 可以輸入一點東西 可以把那個椅子有當類似這樣資料庫來用 輸入好姓名才填上去 填上去 自動幫我把成績算出來 合格不合格自動帶出來 這邊有個新增嘛 可以新增過來 表單怎麼做 程式怎麼寫 這個下下 下下禮拜 對對對 所以你們回去可以看一下 另外還可以限制說 使用者不能輸入什麼 因為成績一定是0分到100分之間 所以小魚或大魚都不行 所以還要防呆 防止使用者輸入不對的資料 其實這非常重要 很多企業都讓使用者隨便輸入 隨便輸入完之後問題就開始了 一樓框的問題 而且不同的分公司輸入的資料又不一樣 所以很多資訊人員都在處理這些資料的錯誤 花更多時間 所以倒不如你在開始的時候就限制他 哪些能輸入 哪些不能輸入 哪些該輸入什麼 哪些輸入限制都給他做好 後面就簡單了 真的 我發現很多企業內部都這樣子 都沒有限制 隨便輸入 後面才是在幫他解決問題 所以那表單其實蠻重要的 如果你學會的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像之前有一個同學 他是在公賣局上班的 他的經銷商有五百多家 他每次輸入回來 他就給伊勢爾黨回來東西 面目就是慘不忍睹 他要花很多時間去解決那些格式上的問題 資料上的問題 後來他發現用這個非常好用 為什麼 一跳出來馬上就跳表單 就跟那個經銷商講 你會照這個去輸入 他就照這個方法輸入 之後呢 再也不用去解決那些問題了 多好他就輕鬆很多了 所以這個部分先跟各位做說明 那細節部分呢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雲端上面 程式都在這上面 所以回去有時間的話 可以稍微看一下 啟動起來 可以把它啟動起來 然後裡面的話 可以做什麼事情 都在這裡 另外還有一些房呆 防止使用者沒輸入就按新增 然後呢 防止他輸入的 是不是正確的數字等等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下個禮拜再來看好了 就是有關表 因為今天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明天 後天就除夕了嘛 所以先 在這邊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那OK 新年快樂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好 OK 好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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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